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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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斌 或许歌曲人笔呢 我之前已经拍过一集了 很多人呢就跟我说 觉得吃起来很薄弱 不是很够饱 里面包的东西其实很少 而且不是很方便带便当啊 或是带出去上班之类的 后来我看到IG有一个很流行的新的吃法 会给你一个大大超级无敌大的满足感 我现在就立刻出发 看这个墨西哥卷饼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吧 首先我们把重要的材料主角拿出来 墨西哥卷饼皮 那我自己呢就是在Costco买的而已 那我们中间剪一刀 剪到中间的部分 而这一个包法的重点呢 就是我们在四个地方 分别放上四个不同的材料 那卷法呢就是从左下角开始 一个角一个角一个角 转过去 这个包法可以让你里面包非常多的食材 像这样满满的 铺完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类似冰淇淋状的墨西哥卷饼 吃起来呢会有大大的满足感哦 四不一吃我们立刻开始第一个卷饼 非常简单 左下角呢放一些些酪梨 上面铺一点青菜 我选了鱼衣甘蓝 还有一些番茄 右上角呢就是盐水精的罐头鱼 非常方便 鱼上面铺一片齿稀 等一下加热的时候呢 齿稀融掉 就会更正点哦 最后一个corner 我就放了一些水煮单切片 这些材料都真的非常简单 准备完全不太费食不太费功夫 完全完全就是那种想要吃的健康一点 但又没什么时间备餐的人 必学的一种款色 四边折好之后 基本上已经可以吃的了 但为了让它的美味程度增加 我会给它热压一下 讲讲大家来看我这个热压脆皮木四个卷冰 备餐时间10分钟 但是美味跟营养呢都是100分 而且像我这样放在袋子里面 带出去上班或上学都很方便哦 我现在呢要吃给大家看 因为我就是在IG里面看到人家做完之后吃的样子 我就立刻学起来 做完一次之后呢完全是无敌爱上 觉得跟之前的那种卷法做出来的口感味道完全不一样 答应我大家一定要试试看 有一天我老公说他很想吃麦当当的 南煎鸡腿堡 所以呢我就做了这个 然后在材料配搭上面改良了一撒撒 让它变得更健康更好吃 首先当然是煎鸡腿 那我就用了这个红酒醋 让它的味道层次提升300级 鸡扒快好吃后呢 大家就可以炒一下下蘑菇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热压剂的话 你只是可以用平底锅 但是鸡腿记得要翻面哦 在煮蘑菇跟鸡腿的时候 我准备了一些鹰嘴豆 它是一个蛋白质比较丰富的淀粉类 加一些橄榄油黑胡椒来调味 做这种包法的时候 左下角我习惯放一些 像酪梨啊硬嘴豆泥 吃起来比较滑顺 软黏黏的口感的一些材料 那包起来整体的口感呢 就会更多一种层次咯 第二个corner呢 就是放刚刚已经煎好的鸡腿 还有第三个corner是蘑菇 最后放一些蔬菜 加一点点的盐巴来调味 啊差点忘记我的起锡 因为热压完之后呢 它溶掉就会有拉锡起锡的感觉 我放了半块起锡 大概就是35大卡 但是美味程度是升级35倍耶 关起盖子给它压下去 嫩煎鸡腿墨西哥卷饼就做好咯 而且我们加了硬嘴豆泥 会更有饱足感哦 这一款大胃王必学 可以吃啦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焦焦的知道是什么吗 是烤焦的起锡哦 好吃吗 好喝啊 很多人问 我做的料理 其实我老公会吃吗 不用回答 大家看他的样子 就知道咯 第三款我也是参考素食店的 黄金夏宝做出来的一种 非常好吃的口味哟 首先呢 我们准备两种夏子 那小的呢 一定一定一定要吸干水分 把小虾仁呢 放在食物调理器里面 加一点点的胡椒粉调味 这种小的食物调理器真的很方便 拉动绳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虾仁泥 虾仁泥放在锅子里面 缩形一下 做成一个圆圆的虾饼 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些大的虾仁 这个时候可以一起拿去煎 打开盖子 就是一整个香喷喷 好来包卷饼 左虾仗呢 就放一些酪梨 酪梨跟虾子完全是无敌的配搭 虾饼放好之后就是一些木树芽 不想用美奶汁 可以学我用这一个零卡路里零脂肪的 blue cheese酱 一样是这么正点哦 切一些紫洋葱放在右下角 就可以把它抱起来咯 好像有一点不够位置 后面的洋葱露出来 但是没关系 因为热压的时候呢 其实都会把它压扁 所以所有的东西呢 其实都一定会抱在里面 哈哈刚刚煎好的大虾仁 其实主要呢 是摆盘用的 你看这样子放虾子 是不是好像要跳出来的感觉呢 虾饼煎出来呢 非常弹牙 加上blue cheese酱 真的好好吃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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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来到最后一款 就是泰式打泡猪卷饼 每次吃泰式料理 我老公都逼点打泡猪 但其实在家里面做打泡猪 非常简单呢 酱油 蚝油 煎鱼粉 糖 跟泰白粉 来调味一下 酸头 洋葱 辣椒 切碎 其实应该还要再加一些九层塔 但是我就用了这个 罗勒橄榄油来取代 先把洋葱炒到 有点变软之后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绞肉放进去咯 自己做呢 可以不用加那么多油 又可以损比较瘦的绞肉 还可以在做的时候先试试看 如果觉得不够味道 再加调味 就不怕一不小心做的太重口味咯 嗯 这个打泡猪用来配饭或是包生菜包 其实也非常大的咯 之后呢 我们来准备一个炒蛋 一个鸡蛋加四分之三个蛋壳的牛奶 加到锅子里面之后呢 一直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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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它半凝固的状态 这样的鸡蛋会很滑溜溜哦 这个是无家糖的花生酱 它非常的浓郁 质地很creamy 是我最喜欢的花生姜之一 而且花生姜加打泡猪 会有一点点像沙爹的感觉 很赞 嗯 蔬菜的部分呢 我会加一些碗豆苗包起来 好了 这一次我们热热了一个泰式的口味 这其实呢是我老公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口味 因为他觉得每一口咬下去那个花生酱 跟打泡猪的配搭真的非常的match 所以他就要求我把这个口味多做一些些 放在冰箱里面 给它随时拿出来热压就可以当夜烧 我会用卷饼的方法 先煎一块蛋皮 羽衣甘蓝很适合做这种料理 千万不要用沙拉菜 因为加热之后会变得很难吃哟 好了 包完这个 我们这个影片呢 就差不多要结束咯 如果你没有我这个热压机的话 你可以用平底锅或是七夹锅 也一样这么好吃哟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 拜托拜托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看 给我一个赞 那我就会很感激你咯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好 。 。 We wonderstruck